放進去 一定會被燙到的啦 就是要被燙習慣就燙到就好了 沒關係啦 一定會被燙到 你一定要被燙 就被燙習慣 是怕我們吃不夠 老師不好意思 沒有沒有 沒關係 沒有 我們是可以很接受 實話的餐廳 如果味道不好是可以說的 娃姐 你不是平常做菜嗎 她們有沒有什麼你覺得 不習慣的 需要改進的地方或什麼 待會兒我會總講評 總講評 是不是有筆記喔 有筆記了嗎 真正的 夫妻在這裡 對啊 因為你小話題啊 其實我的正職是 家庭主婦 如果嚴格挑剔的話 傳哥怎麼樣 而且口味再稍微淡一點 他可能覺得說 我們是有喝酒 所以味道會有這種 我猜測啦 所以傳哥你 平常吃很清淡 真的啊 我反而跟你 不一樣的想法 我覺得某些菜 其實還可以再重一點 是嗎 比方哪一個菜再重一點 我覺得茄子還可以再重一點 不過確實我們家 想我爸做菜 他茄子 他可能就是 是先炸過 剛剛是有方法嗎 剛剛是有方法嗎 我 我不知道耶 這個是 欸 是耶 我剛剛以為是那個 茄子 茄子 觀察入圍 對啊 你在哪裡看到 他好厲害 拍什麼時候 有頭髮 欸 我們 我們找一下 好 我們只是 我們也要來翻一下 他有戴那個望遠鏡版的 隱形眼鏡 可以看得很仔細 好厲害喔 電視 對 那應該說是用 顯微鏡才能 來 有頭髮 來 可是剛剛有一條 長頭髮被他們拿出來 長頭髮 長的頭髮 對 我不知道是誰 在哪裡 我們就換一盤給他 好 好 再煮一盤 等一下 需要我規定 我的員工都剃光頭髮 傳哥 娃娃姐 其實我們有兩道菜 他們沒有寫到那個上面 一道是 清蒸魚 一道是 是 那我待會兒就上來 好啊 好啊 那看 我看到傳哥 眼睛發亮 好 好不好 好 感謝